接着这个贴上路人家前后书 其实神要安慰我们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就问主 主我们每次祷告 我每次祷告 主我是怎样的聆听到主的声音 主今天早上就告诉我 当我朝见主的时候 主每次试用祂的慈神爱生 来感动我的 他每次用祂的爱来吸引我 所以主 我就问主 但难道每一次 我到人的面前 就连接与人的时候 接触人的时候 都是以慈爱 安慰 祝福 开始吗 这个方面 主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但是 有一个微生告诉我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要听到主的称赞的 特别是出信的 或者是软弱的信徒 更要多听到 更要多听到 除非自己自欺 除非自己骗了自己 欺骗了自己 很多的事情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行道 没有 也对神的道已经没有感动 除非是怎样 各位 好像一个父母 甘心生婴孩 或者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他的勉励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因为他无力 无能 所以各位 我们要听 我们要能够得到神的称赞 神的安慰 这个是圣灵起初的感动 因为圣灵是保卫师 很重要是这样 我们要正直 我们的心要正直 我们的心 不是靠着很大的信心 是正常的信心 靠着神的话的信心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 我们今天归向主 归向主的主题 的初步 初步 对不对 初步的信仰是怎样的 初步的信仰 各位 我们要看见 在圣经里面 主的脸 所以我们祷告主的时候 我们靠近主的时候 主的荣光是怎样的 主的荣光是怎样的 他的荣光是 对保罗称赞这个 贴撒女家教会 因为他感受到 他也确认到 上帝对他们的光荣是何等的 美慈爱温柔 对不对 各位 神的脸是这样的 有些人上帝是对他变脸的 有神的愤怒在他身上 因为有些人我们也在他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他的心里面每次不得满足 没有办法确认神的应运在他身上 每一次他的生命只有 就是论断人 然后总是讲 就是肢体教会的不是 就这样 只有这样 所以我们在他的脸上 看不到笑容 看不到喜乐 所以换一句话说 神也是在他 他对神 神对他的那个脸 也是愤怒的 这是在第十节 等一下我们看第十节有这个 耶稣基督也是有愤怒的 对不对 耶稣基督再来 但是我们原来是被神救了 因为耶稣基督脱离了 那个救而脱离了我们 面对耶稣基督的愤怒 愤怒不是从撒旦来的 愤怒是从神 从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我说 这个脸 神的脸 有些人是愤怒的脸 有些人是 神用一个很可爱的脸 或者说有点难过的一个脸 对着他 对谁呢 比如说好像门徒中吵架 神没有生气 但是有点难过 我们要能够感受到 要能够感受到 然后得着神的信息 神的一个安慰和鼓励 有些人上帝是很喜欢 很喜欢 也尽量要鼓励他们 比如说斯蒂凡 他寻道的时候 耶稣基督站起来 要勉励他 彼得受到监狱的时候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耶稣基督也是勉励他 所以他赞美的时候 上帝也勉励他 但是还有多一种 还有多一种 上帝自己本身受感动的 这些是好比帖撒罗尼加 他们在患难 大患难之中 没有什么 可能传 但也是传到人家 逼迫他们 耶稣基督 先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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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这么多书 写了这么多 没有人要信 很少人信 挪亚 他见方舟 几百年了 但是 没有人信 这些人是神受感动 因为他们还是信 他们还是有盼望 他们还是有忍耐 各位想 神的那个脸是怎样的 不只是亮着 神非常受感动 所以各位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有多少个人会这样做 就算是没有果效 就算是有果效 还是因神的话 因信而活 这样的人 他们领受神的道 没有多加 没有少减 他们是因神的话本身 享受神的道 他们不是没有看到那个 就是逼迫 患难 挑战 疾病 不是没有看到这些 但是他们看神 比这一些更加大 总是看到 有神的恩惠在其中 好像总是上帝托着他们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圣灵的奥秘了 这是人不能够解释的事情 对不对 传到跟信徒听到的中间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但愿我们都得着这样的 贴撒罗尼加教会 他们是出信徒 他们可能受到很多的患难 大患难 可能他们灰心到极点 但是总是他们的信心 爱心 忍耐 盼望 总是还是大过他们能够沮丧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都有过 对不对 我们都有过 我们信的时候 真信的时候 我们领受神的恩惠的时候 都有过 各位有没有思念过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记得 对不对 都有 其实这个在我们里面 这个起初的爱 我们不要忘记 这是重生的生命来的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要对 开始的时候要对 不要忘记起初的来继续前进 我们看这个讲章 看这个讲章 福音是一个消息 却带了变化的生命 但这个变化的生命 就是因为福音是一个消息 带变化的生命 但是这个是很难讲 因为福音本身是一个情报 对吗 福音本身是听道而来 罗马书十章那里也说 信道是听道而来 福音一定要用言语才能够传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够 不用言语传 因为福音是一个通告 是一个情报 是要交通的 要告诉人的 但是福音又不是一个 所要做的事情 是神做的 所以福音你传的时候是讲 神怎样做在我身上 神怎样做在人身上 神做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是神为 所以福音都是讲 神已经做了什么 神放我在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应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所以这个条件不是只有叫我灰心而已 神有理由 神有美意 神有安慰 神有祝福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是要说的 但是说的时候 人听的时候就听那个字句 得不到感动的 对不对 你copy 你只是这样复制一下 给人 没有感动的 除非你看到他的生命 所以两个都要有 对不对 一个生命的变化 又要有话继续传 所以我这里才说 只有教会 对不对 只有教会才能够叫福音显明 好像那个福音 你要讲 讲很多 写很多也是 但是人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你有那个生命 力量 能力 原来是在你里面有的 但是你说出来 然后传出来 然后传的时候 那时候 总是好像信心爱心盼望 多过 多过 所以人从 人怎么知道你的生命 看不到的嘛 但是人看你怎么样行的时候 他们就会看到 哇 有圣灵 圣灵怎么样看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 并且你们在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所以他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呢 在大患难 他们还是效法听到的人 效法主 要 所以这个效法的意思呢 不是说他们一下子就可以效法 是一生的功课 对不对 要变化 什么叫变化呢 刚才我说 我们那个经文 我那个主题是说初步的 我这个我确认好几次 到底今天所讲的信息的那个证据 是不是初信徒都能够领受 都有变化的地方 还是比较自身的才有 我确认了 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是初信徒会有的 每个初信徒都有的 如果初信徒没有的话 可能他的那个重生不是很清楚 我会想 当然有些是比较资深的变化 因为你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对不对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就是你那个变化了 但是他们起初就愿意要效法 这个起初的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一个初步信仰 新信徒的那个变化来的 那个变化 愿意要完全地跟从主 不管做得到 做不到 但是要 想要 对不对 这个 所以甚至你们做了 马其顿和亚盖亚 所有信主之人的那个榜样 什么榜样呢 很奇妙 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 你们向神的信心 不但在马其顿 和亚盖亚 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他们有一个榜样 那个榜样很特别 就自动就这样传 这个这样自动传是 他们都没有互联网 他们信可能要写的话 也要写好几个月 对不对 但是会写 传说或者是 他们旅游的时候到那个地方 或者是他们刻意 还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教会与教会连结 他们都听到了 所以各位 这个是有一个运作在其中 对不对 各位 我问大家这个事情 不然大家不知道我的意思 你要怎样教圣灵 你要怎样教一个信徒 明白什么叫圣灵 你跟他讲圣灵是你很多的价值观改变这些 这个是描述 对不对 但是你怎样教 你怎样描述圣灵 其实描述圣灵 只有教会 才能够将这个圣灵 这个福音的能力表明出来的 这个圣灵什么是教会呢 就是多过一个信徒 多过一个信徒 两三个在一起 所以有彼此的那个分享 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传了 传了 所以人看的时候就是 哎呀 你这个人疯了 但是这个疯又不是疯到一个地步 如果他们真的疯到一个地步的话 可能如果好像这样的 贴上罗里加那些人都很讨厌这个 贴上罗里加教会 因为他们好像是真信了 如果他们没有真信 真的是疯了又没有证据的话 那个逼迫更大 但是因为好像很真 但是又很讨厌 所以逼迫一下 但是一定有很多的保留 我相信是这样 得了众命的一个喜爱 不然那个逼迫是更深的更大的 各位我回来这里 各位一看 榜样他们的榜样 他们做了很多众生的图的 那个初信图的榜样 不是一个特别的榜样 他们的那个信心 他们的信仰是每一个希腊的 每一个外邦人都能够跟从的 是正常日常时常的 比如说 讲到正常的话 不是特别的 他们是正常的信 他们没有加 他简神的话来信 他们是正常的 如果说 主啊 祢会为我预备一个道路 叫我能够胜过试探 站立得住 一定会为我预备一个出路 主 那祢让我能够查验那个道路 所以很正常的 没有特别还是什么 所以 人是听了可以跟从的 他们是日常的 所以我们教会跟俱乐部不一样 非信徒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异教 他们也有自己的榜样 对不对 他们的榜样可能看 你有多少恩赐 你有多少经济 有多少资源 来断定 这个是有榜样的 你们要看他 跟从他 他比较有积极 你跟他 这个有榜样 跟他学 但是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 教会的榜样在哪里呢 就在于正直的信 所以日常的 怎么样说呢 神的话 一句一句话 你要信 信 然后你面对 面对面 真的有吗 真的在我身边里面发生吗 所以你说 你说应许已经赐给我了 那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呢 所以你正直的面对 没有啊 但是你说有啊 所以面对 正常的 日常的 日常的 天天的 然后时常的 时常是讲到实际 很实际的一个信仰 各位 如果你的信仰是属灵的 这样就是很实际的 越属灵越实际 如果你的信仰是很实际的 那应该是属灵的 这个分不开的 这个 属灵不代表说你要燃烧自己 要做很伟大的事 很多的一个奉献 特别的奉献 因为神的话本身有力量 有能力 说了 你单单信 就好 哇 主啊 有这么多的一个 迷惑 最近很多迷惑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多 夺着我们的那个注意地的那个地方 怎么办 所以实际来说呢 就是你找一个方法 叫你能够没有这个 就是注意力的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 应该是要找一个全新能够进去的那个方法 那是什么呢 比如说 如果你要跟一个人传福音 传一下子 你要 本来要讲到很激情了 突然间他拿他的手机来 哎呀 破了 哪是不是要 我讲到这么感动 然后突然间断 怎么办 因为每个人都被这个注意力拿走 所以可能要查验一下 怎么样能够 他也参与一些活动 听到还是什么 不能够看手机的 需要 不是逼他不看的 他必定要全新进去的 这个是这样查验的嘛 对不对 这样查验的 所以 我这样不好意思 我这样说 所以教会就是这样 教会我们拿出手机 自己都会白血 对不对 所以 教会为什么叫我们相聚的时候 教我们彼此 就是面对面 看彼此 就是这个理由了 教我们能够夺去我们全部的注意力的 这个地方 所以非常实际 什么叫属灵 属灵的东西是很实际的 实际的东西是很属灵的 这样的时候 圣灵的大能才会显明出来 各位 这个正常 时常 正常 日常 时常的 换句话说 他的信 不是只是信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然后疯了 这样 不是这样 他是有一个独到的 对 正常的信 神说什么我就信 真是有一个疯的地方 有 但是呢 他又是随时的 随时的 随时的 对不对 随时随事 还有什么 随地 每个地方 都想 甚至睡觉的时候 也是你知道这个是应该睡的 神要我睡 我睡 这个是属灵 这是属灵 其实 我们不是在其他的 只有我们的生 所以 所以各位 我们再看这个第八节 第九节 这里说 因为这个道从你们中间传出来 你们 像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 和亚盖亚 各处也传开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而且呢 这里说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 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不会想 这个见证 那个传道 这么清楚 这么 没有切欠 对不对 缺欠 甚至到一个地步 各位 传道人牧者他们是会看的 你们传的 你们彼此这样 传的东西 然后他们会确认 是不是少讲一点 是不是有点偏 所以传道人通常是 牧者通常会 把他要调整过来 平衡过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爱心 也有真理的 也关心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里说 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 所以换一句话说 使徒保罗看 他的同工们看 他们的信心是很完整的 没有缺欠的 没有多加 没有多少减的 对不对 所以换一句话说 其实一个人真心的话 他的福音的门是会打开的 一定打开的 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盼望 甚至有些人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传 他们还是继续会传的 不能不说 好像这样的 就是叫他们 所以上帝叫我们 要一直要祷告 好像这样的 我给大家一个感觉 一直来上帝叫我们 要祷告 有吗 有福音的门吗 对不对 应该是有 但是一直来上帝叫我们祷告 不要灰心 甚至 为什么没有福音的门呢 所以你面对神 正常的面对神 不是其他的理由 我有祷告啊 但是没有定时 持续的 为那个人祷告 所以 你回来 你检讨的时候 你知道 其实不是没有的问题 是神需要感动他 所以你知道要祷告 但是祷告呢 停了 所以要持续 各位好像这样的 我以为他们刚硬了 有没有可能我比他们更刚硬 所以这个叫祷告 各位 神是不会做错的 可能我比他们更刚硬了 所以我不祷告 我就停在那里 如果我好好想清楚的话 其实神会动工的 但是我心不软 我硬起来 所以我就停止祷告 你停止祷告 他们怎样变 福音呢 是会叫福音的门打开的 神会叫福音的门打开的 其实这个意思也是可以说 是神的时间表 但是神的时间表呢 也是说 人不能做到的 人是不能做到的 只有神能够做 各位 所以呢 我们再进一步 如果 如果是生命的事情的话 如果是圣灵大能显明出来的话 祷告了 要持续祷告 但是你心里面也会有一个 多一个感动吗 要祷告了 祷告了 我继续祷告了 要等什么 各位 因为上帝与耶稣同在 对不对 所以祂竟都顺利 各位 约瑟十三年里面学什么呢 他等的时候学十三年什么呢 他学怎么样跟人接触 怎么样接触当中有一些政治关系 有人的动机在里面 对不对 还要学经济 这些需不需要学 需要的 所以上帝才给条件 上帝才给试验给我们学 各位 我讲这些 各位会不会有点乱 我解释一下 是有一个系统的 你为一个人祷告 为一个人祷告 好像我面对主 主啊 为什么我的福音 福音的门 到底要怎样传福音 到底要怎样 好像贴萨罗人家 他们是继续传的 为什么我没有传 这个东西没有传出来呢 首先是你要面对主 其实上帝看的是生命 不是其他的 你的生命改变 福音的门会打开 所以你的生命是关系到什么 你有没有继续为他们祷告 有没有呢 那继续为他们祷告 是需要什么 需要定时 定时是需要什么 需要生命改变的 有时候你不想祷告 但是也是 主你帮助我 我愿意 所以这个是讲到生命的改变 但是生命的改变 不代表说 你祷告了 祷告了 持续祷告了 就有一天可以做到 没有 你在祷告当中 上帝会给你很多训练 这些训练 这些条件 是为了敞开福音的门 所以祷告越来越实际 祷告 所以你的传福音是很实际 虽然人还没有听 还不能接受 但是我现在经历患难 我现在经历一些苦难 我现在经历一些条件 这是为了操练训练我 学习 怎么样跟人讲话 怎么样交通 怎么样认识人 所以叫我能够抗开 叫我不要固执 可能到最后 自己是最被欺骗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为什么可以传 又传开 有时候我们传 会想 有时候你传 有些人 哎呀 这个人不可以 割掉 这样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再跟他传的 因为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把它割掉了 那怎么样再跟他传呢 对不对 所以总是在你生命里面继续为他祷告的时候 持续的时候 你会想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些券切的地方 券切的地方 学欠的地方 这样 会不会呢 更重要呢 在学习这一切里面 我要学习怎样叫我旁边的人喜乐 不管怎么样 我学也好 怎样也好 他们要能够甘心乐意的领受嘛 所以他们要得到一个感觉 这个是一个喜乐的传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我们当然 一个人要传的时候 传来传传的时候 不能够说 你硬硬要把一些的文化 硬硬要把一些好处 要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但是呢 一定是 那个地方 可能有些人 就是去加勒 贴撒美加那个地区的时候 那些贴撒美加地区的人 都会讲 这个贴撒美加教会 这些人 有一点独特 有一点奇奇怪怪的 但是他们很真 就是人家都会说 所以传 我们看第二点 所以这个传是怎样传的呢 这个传福音做见证 是看见的 怎么能够不说呢 各位 这个是第一个开始的 所以这个贴撒美加一定是他们开始见证 他们所看到的 那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里讲到他们看到什么呢 他们一定是看到天火打开 对不对 一般人看不到的这个事情 他们看到了天打开 他们看到了神的国度 他们看到了有神的恩惠 有神的证据 他们也看到了天堂地狱 所以他们不能不说 他们会祷告 主啊 这些人在地上 我们在天上 主 我跟祢在天上 这些人在地上 怎么能够不跟地上的人传福音呢 所以他们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认识福音的人 就是圣灵 所以刚才我说这个东西 怎么要传 怎么要传这个福音 圣灵是怎样传的 我问大家 你认识福音来传的 我这样说 如果你能够上到天堂 尽力五分钟 然后下来 然后去跟人家讲 哇 怎样 怎样 你说会有多少个人相信 然后你说会传到多少 所以换一句话说 不是那种的经历 各位理解吗 你正常的经历 是一个性 然后是性 心灵的一个事情 好像这样 你在教会里面的人 不只是要能够聆听到 你聆听的时候 经历的时候 是去到三层天 信的时候 好像你看见了 你听见了 一般人没有看见的 所以你不能不说这个事情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在你的心里面 你才会经历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你才要把福音传出去 我这里重复了很多次 因为这个是 又真又活的祷告 是这样来的 圣灵是这样来的 因为你信 这个信是因为你看见 又真又活的一位神 所以这里第一个地方是 因为你认识一个福音 那个福音你真心 但是你要讲传 需要装备 这里第二个是讲到 生命里面的一个装备 爱心的一个装备 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所以刚才我把这个东西列出来 如果你在人的面前 你在要传福音 那个人的那个面前 你要怎样面对他 你是像一个父亲吗 你是像一个牧者吗 你要带领他进入神的国里面 所以你会问自己 其实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带出来 对不对 我们起初我们是会 会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自己也有问题 所以这是需要操练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第二点是包括十字架 十字架 你跟从耶稣基督必定有十字架 所以再说 我是不是为着他们祷告 我为着他们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很自然的为着他们祷告 我又在想自己更多了 有没有多想他们 有没有多纪念到他们 有没有多自然思想 他现在怎样了 这个是自然的心吗 对不对 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对不对 这个是需要生命得医治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有一个父亲母亲的心 是怎样的呢 有时候你面对一个人 那个人是需要多一点时间空间 你不可以用逼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一些后顾之忧 不是后顾之忧 就是要提防一点 不能够一直讲 但是有些人需要一直关注的 所以不能够就是放他 要一直督促的 因为父亲的心是有爱 有真理的 这个方面 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 但是这个也是 这个内容也是有一种操练 我这样说 这个内容 各位 这个第一跟第二跟第三 是要一起讲的 一起讲的 好像你信 信是一回事 你受感动是一回事 但是你受感动了 你要能够尝试分享 做见证 好像这样 第一是你听信 第二是你听信了 在你生命里面要操练 对不对 要得医治 要有爱心 然后你听信了 过后呢 你要尽量把它能够解释出来 好像这样 我每次犯的一个错 是这样 我听信的时候 得到很大的一个祝福 很大的一个恩惠了 然后呢 在我心里面得了很多感动 然后 我在我心里面我确认一下 我自己还没有做到 我就跟人家说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矛盾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在你生命里面 确认了 经历了 你跟人家讲 也不一定能够通 不一定能够通 因为在你生命里面 你经历了 明白了 你还是要懂得说出来 试验一下 看人听得懂吗 听得近吗 所以这个是需要恩高的 各位理解吗 所以 这个不是只是复制 copy一下 所以这个是要接着 好像是拿着这个信息 你受感动的信息 然后你也悲起自己的死架 愿意要操练 然后 你经历了有感动 这个是真的 真的 所以 你愿意传 你愿意传的时候 你也要尝试的 你要exercise 是要训练 要训练 各位 这个 要在现场里面用一下 试试看 不要只有你受到很多的感动 哇 这个就是世界上历史历代 最需要的这个信息 然后 你放在心上里面 这个是每个人需要的 那你就用的时候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经历 要经历的 经历真的是这个 但是你传的时候 要全部你所领受的 父怎样爱你 你能够爱的人 对不对 父怎样的用真理 引导你 你也用一个平衡的 帮助他 所以 这个是一个操练 你会发现有时候 你讲的时候 你分享的时候 有点太过了 那他可能因着那个跌倒 有时候太过安慰 他跌倒 有时候又没有太过平衡的时候 太过真理的时候 他又马上闭口不言 不讲话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志气就在这里 但是帖撒瑞维迦教会 他们传 甚至不需要保罗再说什么 他们能够继续传 这里比较系统一点 但是 这里我快快地讲 这个第三 所以我跟你跟大家说一个事情 这个比较理性 这个第三点 生命继续要变化 需要变化 其实需要一个蒙恩的环境 来确认的 有些人 有些教会 有一个模式 他们的模式用团庆 什么都能够讲 什么都可以分享 对不对 但是不一定 他们的信徒的生命会成长 不一定 因为只有这样 什么都吃 什么都喝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什么都不论断 什么都这样 什么都和气就好了 然后建立关系 这样 但是可能在 要引导信徒们就成长 会有缺陷 有另外一个 属灵的超越 这个也是很重要 也是很重要 拿着神的话 拿着神的话 这是内在的那个生命 与神亲近的那个关系 进食 祷告 独处 通常这样的人 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很多神的话 出来 很多道理 这个不是不好 这个不是不好 但是这样的人 很奇妙 他可能有两个方面 会缺陷 缺陷 什么地方 第一个缺陷 是 就是他会觉得 生命的变化是一个人的事 其实不一定 另外 生命的变化是 其实不是顾虑起来的 生命的变化是越来越实际 越来越能够接触人 越来越能够感动别人 别人越来越喜悦你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 当然也有人讨厌 但是讨厌都是不对的理由 这样 所以有这个变化 对不对 所以应该有那样 所以熟练的超练 当然好 能建立这个内在生命 但是可能 他会顾虑起来 所以这个方面是 有些教会是说 你们要领袖 你们要读经 你们要祷告 有些教会 他们用这个模式 是有一些变化是有 但是可能在一些地方 少了一些变化 另外就是辅导 辅导 或者是检讨品格问题的 那个所在根底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个人 人 信徒本身 有一些就是自己看不到的 总是不能够突破的一些地方 有一个属灵的长者 跟他谈的时候 他指出来 所以帮助你打开你的眼睛 通常这样的一个教会 是有一个很强的领袖 很强的领袖 那个强的领袖 也是很懂得怎样牧养 这个辅导的方式很好 但是会有一些缺陷 什么缺陷呢 有两个 也是 第一是 他们会发现 可能没有经历那个属灵的操练 就是一个人跟你讲 怎样做 怎样改变就好 跟你知道了 然后你通了 但是你不是自己发现的 是别人跟你说的 所以缺了这个 另外呢 是 其实 你继续辅导 但是你可能 不会经历到神恩典 是能力的 那个地方 神的恩典给你 有时候 叫你能够胜过你自己的不能够突破的地方 神自己本身能够做的 所以有时候呢 牧者 带领者 不一定 能够 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很强 但是教会也可以健康的 因为一个教会里面呢 他的牧者墙不一定代表那个教会好 各位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 因为会有缺陷的 最好的模式 也不是在于有很多的事工 各位 有很多事工 你不能够想歪 你不想东西 对不对 我给一个笔 如果住在这里 然后大家 我就捆绑大家的时间 一个星期里面四次聚会 那你们没有时间 浪费时间去想别的东西了 各位 但是这个呢 也是会有一个阻挡你真正变化的地方 你以为你是去宣教啊 营会啊 你一直听到啊 然后你一直有organize一些出去活动啊 这些 搞一些布道会啊 这些很多这个东西 但是你没有时间面对你自己的心灵 所以那个变化不是真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其实一个生命继续要变化 是要包括这一些 但是呢 其实更重要来说是 一起确认蒙恩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常说的 常说的 甚至不需要 甚至有牧者 当然是有 但是牧者是一个领导 因为真正的牧者是主耶稣基督本身 牧者比较多于是一个引导者 他们是一个 就是 他们不需要有每一个答案 每一个的答案不一定需要 但是呢 肢体跟肢体呢 有祭坛 祭坛呢 告诉他们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属于国度 肢体呢 不是 不是只有团契 肢体生活是什么意思啊 肢体生活是 你在当中 不只是可以自由 你在当中呢 有交通 你在当中呢 别人的生命 你也受教 受教 不是只有你的生命要比他们强 如果在一个团系里面 他的生命独特 我的生命独特 所以不能够讲了 所以不能够沟通 我们只能懂讲这个世界的事情 因为我不要论断他 他不要论断我 等下我讲一些属灵的东西 伤害到他 他一讲的时候 你以为我没有吗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团系而已 对不对 好像一个俱乐部 但是肢体生活不是这样 有时候讲的时候 主是不是要教导我 所以有一个受教 肢体生活是有受教的 但是也有沟通 也有受教 所以是一个communion communion 这个意思 直到一个地步 信徒跟信徒之间有一个信任感 但是这个信任感是怎样来的呢 不是说信任了 所以你不需要说 我就懂了 不是这个意思 还是有说 还是有争到继续不断的 但是有一个交给神 甚至交给祂祷告题目 然后彼此勉励 直到一个地步可以一起同工 但是那个同工呢 那个事工呢 也不是只有一直做一直做 直到一个地步 过去怎样带领你的神 所以有根有记的 你的基业 你的使命你自己找 自己找 最适合你的那个地方 其实在教会里面 最好的服事 不是在其他的 就是听道 听道本身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事来的 所以一个人不懂得怎样听道 他的事奉不用说了 对不对 因为听道本身是一个聆听祷告 生命堂的味道是在这里 听道本身是最重要的一个服事 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 但是呢 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大点 这里说 离弃偶像 而愿要服侍真神的归向归顺主 归顺主的意思就是conversion 对不对 悔改信主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 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但是我这里先说 这个第一点 这个归顺主所差派的 而建议的教会 传道人跟工人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传 他们传的时候 也是当然是因为有逼迫 所以他们不得不就被分散传 可能也有这样 然后更重要的工人是 会遇到更严重的一个逼迫也有 但是呢 为什么 他们呢 就是一直传 各位想一想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好像保罗呢 他去到另外一个马秦顿教会 菲利比 他就开始分享信息 传道 然后他们 保罗就说 OK 我就跟你们讲一个见证 你们知道贴撒利教会吗 他们经过大患难 突然间他们说 保罗 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然后你们怎么知道 听到 听说了 保罗本来要说那个见证 但是菲利比教会已经听到了 所以有没有知道这个好像有一个真实的情况 他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已经听闻了 所以各位一定是发生有一件事情 他们呢 贴撒利比加的那个信徒一定是会发现到这个教会 是永生又真又活的神跟我们建立的这个教会 而且是一个使徒建立的 这个地方很重要 他们一定是这样想 福音必定要从这个地方传出去 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们convert的时候 他们归顺主的时候 是归顺那个教会 归顺那个传道人 归顺那个工人 他们看重 他们看重 所以他们才会继续传 传 然后相信 好像 这个信息我就问一下 例文 如果这个A跟这个B讲 还是什么 就是跟这个B讲 然后这个C就听到 好像保罗跟这个贴撒利比加教会讲 然后这个菲利比教会已经听到了 然后要跟他们讲 他们都已经合了 好像我听到了你所说的 所以对保罗对神 对他们的心里面得的那个感受是怎样呢 换一句话说 这个是圣灵在当中 不只在圣灵当中 他们真信到一个地步 他们何等的珍惜这个教会 何等的珍惜 当初临到他们的福音 何等的珍惜也能够交托 就是给人家的一个带导 对不对 他们是看见这个贴撒利比加这个地方 一定他们是这样想 可能这个地方是好像雅各 就是在创世纪那里 有天使上去下来的 可能天使人家就是好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才有这个确据一直传 会知道这个意思吗 那什么榜样呢 什么榜样呢 那个榜样就是离弃偶像 离弃偶像 各位这个我解释一下 他们离弃偶像 偶像是外在的 各位这个世界充满着偶像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更糟糕 这里其实很糟糕的 拜偶像 因为这里的文化 风气 导致有更多拜偶像的这个地方 这里 甚至算命的用自己的血来做的 对不对 血迹来做的 有些人信偶像信到一个地步 他们信我的命就是这样定了 不能够改变了 对不对 然后他们甚至这样的任命 所以偶像是一个势力来的 但是这个偶像的势力 叫他们内在的那个偶像出现 你看一个人他拜什么 你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要的是 比如说有个贪 有个色 有一个动机 有一个需要健康 需要丰富 这些东西 所以各位我们想一想 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们呢 有些人是一直在寻找满足感 因为他们不肯定 然后很多不安全感的地方 各位我们信耶稣的人 信神的人 我们已经离开偶像了 这是真理 这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这么多的苦呢 各位想一想 哪一个比较大 偶像大还是神大 除非我们遇到又真又活的神 偶像才能够走的 不是我们遇到神 我们遇到又真又活的神 然后你遇到一个真的 各位有些人还不能够意识到 不能够意识到有偶像的势力影响他们 偶像的势力影响的时候 那个贪 那个药健康 要丰富这些 他们都觉得正常 各位这个叫偶像的势力 因为你都没有那个意识到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内在的偶像也是很有力量的 捆绑的 所以各位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有一点点感觉到你在偶像的势力 在生命里面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 你一感觉到的话 你要马上祷告 马上来清净主 让主来能够满足你 这个很重要 让主来满足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那个偶像就是魔鬼 他那个地方 控告一个人的地方 是什么呢 控告的人的地方 不够钱 不够满足 不够这个 不够那个 他们的心里面的需要 他们很容易受伤的地方 其实都代表他们偶像 他们心里面的偶像 他们受比较多试探的地方 比较多受伤的地方 有些人在这个地方比较多 有些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少 我们要叫偶像离开 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 全部的平安和果子 但是直到我们能够享受基督 完整的享受基督 我们才能够放弃这些偶像的 不管什么事情 那个平安跟喜乐 才能够绝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除非我们遇见神 这里有一个 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 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 这里 各位 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是爱我的 为我舍己 这样的人 他愿意要 在心里面有平安 无限的喜乐 和满足 还有可慕 要为这主来活 为这主来顺服 甚至为这主来死 好像一生要服侍他 因为这个是又真又活的神 在他心里面 神是拖住万有万事 万物的主 好像他的命令 他的话 就是神本身显现出来的 他的话是他的一切 因为他的话拖住了 他的命令拖住了我 各位 开始是我们信 但是这个道理要成为真理 在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真理 成为一个事实 成为一个定见 其实神本身是命令 他的命令本身是他自己来的 所以 他本身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在他心里面 他开始就是要服侍 要明白他的话 要认定这个话 另外 他不是死人的神 他是活人的神 所以这个讲什么呢 这里 马太福音22章这里 有一些撒独该人 他们很愚蠢 他们问一个女孩子 如果有一个女孩子 她结了婚一个 两个三个 好几个 然后 又离婚了 又再娶了 又再离婚了 上了天堂 他是跟谁在一起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明白天国的事 亚伯拉罕 上帝呢 是活人的神 不是死人的神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现在不是死了 他们还是活着的 所以呢 在天国里面没有嫁娶 天国呢 是另外一个的生命 另外一个的事情的 又真又活的神来的 所以各位 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 要经历 这些都是比较属灵的信息 属灵的信息有时候比较难讲 属灵的信息需要导 又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在贴撒人的一家信徒当中 他们怎样看呢 这个神不是死人的神 是活的 是活的 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 是怎样祷告的 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他们呢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有一个新天新地 各位这个贴撒人人家 前书很奇妙 五章对不对 五章的最后每次 最后都是说主要再来 主要再来 每次在你们看 五章里面 后面就是讲主要再来 每一个都 所以repeat了好几次 都是这样讲 因为他们期待主再来 我们在主里面 祂在窝里面 所以不怕死亡 乃是等候死亡的日子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这是人不能说的 我们平常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怕 怕病 怕这个怕 什么都怕 这个是我们进到三层天 我们才会说的 这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祷告里面 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各位不相信我的意思 你们自己唱一些诗歌 那些诗歌里面 主啊 我一生愿意要服侍 我一生要交托 这些我就想 为什么传到不能够这样传 但是诗歌能够唱 为什么不能够承认 但是诗歌能够承认 各位 其实我们唱诗的时候 我们敬拜主的时候 我们亲近主的时候 是一生的 主要再来的 我们是当作祂是活生生的神 各位 有些东西 我们到了天堂 我们才知道 现在我们不知道 但是现在重要的东西 是救恩的事情 所以 因为那个不一样 怎么样说呢 当你信神的道的时候 天国是这样的 有天使天君环绕你 所以支持你 所以你跟着神的话来说的时候 天使天君是扶着你的 所以 我们只是需要靠近神 经历神 连接于神 我们只是需要 按照神所说的事实 我们为人带导 我们在一起 就是相聚 在教会里面相聚在一起 你们当你们不看别人 只看你们天上的父的时候 又真又活的神的千千万万的天使 就与你们同在 这是事实 不是假的 我会这样讲的很抽象 这个不是抽象 这是真实 真理的东西来的 可能一刹那间我们会失去 但是呢 这是事实来的 我们时常感受不到 不代表是不是真的 我们一次经历的话 那是的确是真的 那个证据在哪里呢 证据不在于 非正常的那个神迹 证据是在于 就在活在教会之中 活在教会 怎么样说呢 其实上帝在我们的团庆里 上帝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 所以 从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你可以看见 神的话 在他心里面光照出来 光照出来 因为教会是神的真理 神的根基的地方 所以 我们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有耶稣基督的荣光 会出现 我们要看到这个东西 上帝住在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中间 然后这是住在 之中 对不对 也住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 我们怎么知道 活生生的神的证据呢 那个证据不在于有神迹 那个证据就在于 你自己本身是 永生神的灵 写的书信 所以 你要听神 你自己要揣摩神的话 要得到这个证据 在你腹中 如果你信了 从祂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赐给你圣灵的 是叫我们听信福音的 当一个人呢 祂是重生的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对不对 祂是如同 这个圣灵是如同一个风吹 吹了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 在我们的气息里面 所以我们回应神的时候 神的道很多的感动 我们回应神 回应神 然后刚才我们在《奇迹诸文》所读到的 我们有三个 对不对 做见者的缘有三 一个是圣灵 圣灵呢 叫我们有光照 指教 很多的圣灵的果子 还有水 水是讲到 有这个真道 叫我们悔改砸心 但是还有多一个就是血 这个血叫我们吃喝耶稣基督的肉 耶稣基督的血 所以换一句话说 这个道还有这个圣灵 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他的内住里面 产生了很多的感动 那个感动叫他不只是有感动 他愿意死 愿意吃喝耶稣基督的肉 耶稣基督的血 换一句话说 他愿意自己背起十字架 愿意自己来过 还有呢 我们看多一个style 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 是圣灵的宝剑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里说 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 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 灵与魂 魂与灵 骨结骨髓 刺入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变明 所以各位好像这样的 我们在心中里面的 不要继续止气的方法 就是真道 在我们的心中写明的时候 很多的黑暗 很多的罪恶 很多有罪的 很多不幸的地方 全部被揭开了 揭开了 这是几次发生的呢 当我们跟神的话 有活泼有功效的神的话 连的时候 连接的时候 我们连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黑暗的地方 被揭出来了 揭出来了 因为圣灵是一个宝剑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 耶利米呢 他一直传福音 传到很多 对不对 一直传 一直传 但是他传的时候呢 感动了神 各位 我们的盼望 又真又活的那个神 显明给我们 对不对 所以那个盼望在哪里呢 我们的盼望是神会受感动 神会因我们的生命受感动 神会称赞我们 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各位到这个地步 大家可以领受吗 各位 好像这样 当我们神称赞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切的祷告是永远的 没有一切是 没有一个东西是隐藏的 神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那时候呢 是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所以 各位 有时候我们要揣摩神的话 到一个地步 神的话 又活泼又有功效的 就是揭开我们人心里面的 那个事情 然后我们那个地方 我们才会知道 我们的缺陷在哪里 然后揭开出来 因为我们是属于永生 跟神的诚意 所以 我们总要谨慎 不可弃绝那像我们所说的话 所以 天上海语家教会 五个里面 五个是什么呢 我再说一次 不然 他们愿意要服侍 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各位 刚才我讲偶像 讲一下子而已 但是为什么马上就讲这么多 又真又活的神 因为我们要多建议 又真又活的神 你祷告 你为一个人祷告 因为他的祷告是 主啊 你求你帮助他 不停 好了 这样 但是你知道你跟 又真又活的神祷告 这个神是拓住万有 这个神是住在教会 有证据 也住在圣徒的当中 所以你确认 有 有在我生命 这个神呢 祂不是死人的神 是活人的神 历史历代神 祂知道祂掌权 也不只是这样 祂神的话本身又有活剥又有功效 所以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你靠着神的话祷告 愿意神的话能够感动那人 那人就得到的那个是破碎 破开 然后有心中的那个意念 被写入出来 改变 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的生命才会变化 改变得意志 所以但愿祂的生命今生 有生的话继续在祂生命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又真又活的神是 这种服侍 对不对 服侍又真又活的神 接下来一家教会 第三个大点 期待基督的再来 而改变自己的理想 施欲行为敬拜 好像这样的 第十节这里说 等候祂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祂从死里复活的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那我们一个一个看 等候 等候 各位我们期待很多东西 在这个经事里面 我们期待很多东西 贴上了一家的那个信徒 他们也期待耶稣再来 他们是相信 有一天耶稣基督必会带他们到有一个地方 然后住在那个天国里面 虽然现在是在这个黑暗里面 然后那个黑暗越来越笼罩了 但是呢 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 然后他们期待主 期待主 期待到一个地步呢 他们会怎样 我的理想还需要吗 我的 心里面的那个私欲 还有那个情欲 还有那个需要感 科目感 那个不满足的地方 越来越消失了 还有他们的那个品行 这些呢 也愿意越来越要改变了 我这个星期哦 我就发现了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我经常发现 但是这个星期我突然间发现 发现什么呢 做一个基督徒 怎么能够粗鲁的话 从我的口出来呢 这圣经到处都讲 对不对 粗熟的话 为什么从我的口里面出来呢 当然有时候是玩一玩这样 我知道 有时候说笑这样 圣经里面全部的那个内容里面 愿主我的话 我的生命蒙主你愿啊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东西突然间领到我 突然间领到我 好像我就去讲 我的话 我的初始的话 其实到头来影响了我 我在那个地方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缺陷 我自己都发现 我没有那个意思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叫我惊讶 好像我不能够持续地这样做 因为愿主 我的口 我的行为 我的赞美 全部蒙主悦纳 对不对 所以 甚至 基督徒教会 他们的信徒 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私欲 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敬拜 全都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 所以变了 变了 各位会发现这个是很奇妙的事 很奇妙的这个事情 所以 改变了他们 改变了他们 他们等候主的日子 主的再来 所以他们知道今天有的标杆 今天有的目标 今天的方向 全部慢慢都变了 变了 各位我们 真的要预备主的再来 也预备那个奖赏 也预备要多得冠冕 事底下很难讲 但是讲台里面要多讲 对不对 我们的时代改变很快 我发现有时候 我们没有准备好的话 没有预备我们的心好的话 这个时代是马上吃掉我们的 手机啊 手机一支电 很多的事情 与人交通的方式 甚至我们与人交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时候 不温柔的几句话 它马上关闭 都有 对不对 这个是怎样来的 各位 不是你讲话的方式要学 不是这样的 能够学多少啊 是你的能力不够的问题 能力不够的问题 你祷告的能力不够的问题 当你的心里面的能力有的时候 你恢复一个等待主 期待主的时候 你预备好心 你面对那个人 就是忍耐力不对 不够的时候 好像你面对的时候 你马上有能力马上调整 impromptu的 你马上会调整 这是跟能力有关系的 我看到一个article 最近讲 有些人是说 我很孤单啊 我很孤单 为什么孤单呢 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 没有人找我 没有人跟我分享他的事情 没有人跟我做朋友 这样很孤单 很孤单 上那个社交媒体的时候 没有人跟我like 没有人跟我看我的照片 没有人没有人 所以他自己不要再分享了 不要自己分享的时候 他讲也没有人跟我分享 这样 各位 什么是孤单啊 什么是孤单 这个的方式 这种的想法叫他孤单 因为孤单不是别人不找你 孤单是也是 你没有打开跟人家分享 可能他们的需要 可能你要分享一些人家需要的 他们贴切的地方 那人才会跟你有一个common point 对不对 有一个同样的地方 就是相同的地方 然后才可以找到自己 才不会孤单的 但是现在的时代 已经有一个 已经有一个 一个做 一个做 怎么说 有一个系统 很奇怪的系统在他身上 他们认为人不爱他们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孤单 因为没有人找他们 他们一直在看这个 所以他们一直看的时候一直没有 所以陷进去越来越神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 各位 有时候 这个时代变 变到这个地步 已经到一个地步 你要进到他们 你要明白他们的那个系统 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 不是很难的 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可以明白 这个不是老套的问题 这个不是年龄层次 也不是一个 这个 generation gap的这个问题来的 当然人家写的时候 你参考你会明白 所以各位 因为主的日子要来了 所以我们要跟得上 跟得上 最重要的东西呢 是各位 今天的那个经文 第六节开始 但是其实今天是特别要讲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还有第十节的 他们等候主的日子 等候主的再来 愿意预备奖声的时候 各位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产生的是什么呢 产生的是 他们什么都慢慢一个一个变了 变了 他们原来所要的 他们人怎么能够放弃呢 人的力量怎么能够放呢 不能放的 一定是他们遇见了永生神 又真又活的神遇到的时候呢 他们才发现 那个更好 神可以更满足我 我一切的满足是从神来的 所以 放 不只放 丢 这些东西缠着我 缠累着我 对不对 所以 那时候他们才变的 但是各位 什么叫愤怒 愤怒是讲到基督徒的 因为信徒是耶稣基督不会对他们愤怒的 怎么知道愤怒是在非基督徒身上呢 我们不要随便讲他们 但是愤怒怎么样说呢 他们不能逃脱那日的那个审判 为什么呢 会知道有些就经历死然后回来的人 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参考就好 但是他们死了然后回来的人 他们都说 我一生里面所做的东西全部被拍下来 全部都是被记载的 他们每一个人都这样说 其实人的心里面良心都知道的 不用说需要那个NDE 不需要这些的 我们心里面的良心 异教徒也好 信徒也好 都会知道 这个良心没有办法逃脱上帝 他们还有什么愤怒呢 地上的灾阳显明出来 所以他们犯罪 他们不是他们犯罪 他们有很多意外 癌症 病症 然后有一些 同性癌也好 艾滋病也好 这些 挪亚方舟的时候 那个大洪水来的时候 这些灾阳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有神的愤怒在其中 为什么呢 都是在犯罪地方 有罪的地方 所以只有一个愤怒 所以我们听到 我们看见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谨慎 这些都是神的愤怒来的 还有天天犯罪 这是只有毕露天使才可以看到的 因为这是隐藏的 没有人再看到的 这是自己隐藏的事 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你马上要看到神的愤怒 对不对 神的愤怒在其中 但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已经出来了 神的恩典是很大的 但是天天所隐藏 所犯罪 所动机有的这个东西是 有神的愤怒在里面的 还有多一种分的是最大的 不能阻挡的那个罪恶 本身是最大的 不能阻挡 好像如果我们有问题 有罪恶 有管教 这个还有救 因为我们会谦卑 然后可能还会被拯救 但是最糟糕的就是没有事发生 上帝不认怒 所以问题 也慢慢上帝 就给那个自由意志工作 什么自由意志呢 其实信徒 得到神的称赞 信徒有能力的时候 他的意志力 他的自由意志是拿来 服侍上帝的 跟从神的 但是神放他们的时候 本来是要顺服神的 那个自由意志是 要在神的主权之下的 这是人的自由意志 这是蒙恩的自由意志 但是神的主权没了 所以给人自由意志 这是什么意思 给他随所意为 随心所欲 所以上帝给他们自由意志 来不顺服神 这个是最大的咒诅来的 各位理解一下 其实不管怎样 脚断手断 还是什么 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还是要拯救的 因为是天堂地狱的事情 但是上帝没有 上帝要认平了 这个是最大的助手 所以换一句话 这个是愤怒来的 神的一个愤怒 但是我们看多一个 最后我们脱离了 脱离了 各位这个脱离 在原文里面 不是只有将来脱离 也不是过去脱离 过去脱离的意思就是 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 所以脱离了 这样以后的愤怒有没有 所以只有将来的吗 现在的那个愤怒没有了 就还有吗 不是 这个是那个时态 是现在的时态 现在的 感谢主有很多的翻译 是讲现在的这个时态 现在的 现在正在发生的 也继续发生的 所以审判 神审判的拯救 如果没有神审判的话 我就不知道 什么是干净不干净了 所以感谢主 信 神 那个准则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黑白 黑白 你爱神 就会遵守神的道 你不爱神 就不会遵守神的道 你不遵守神的道 就是不爱神 蛤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我不爱神就是不爱神 不遵守神就是不爱神的吗 人开始问了 神问了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是讲到准则 讲到那个审判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准则的话 我们的心没有办法 就是有一个准则 不能够接出来 人的动机就开始被隐藏了 如果你看一个人 他是尽量要爱神 尽量要遵守神 但是做不到 然后就说 你就说一句话 不能遵守神的人 也可能是爱神的 你这句话一出来的话 就完蛋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从那时候开始 撒旦有很多把柄 那时候 人心里面隐藏这里 隐藏那里 可以假冒为善的 所以我说 我们要让神的话做王 让神的话做审判 因为神的话的审判是为我们好 我们跟神不好是因为有问题 不干净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还有什么呢 脱离了 所以有新天新地 就是讲到将来的一个赏词 耶稣说 我饿了 你给我们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我是进去的 你邀请我来 我没有衣服穿 你给我衣服穿 我病了 你照顾我 我在监狱里面 你来看我 所以 上帝呢 是 就是 记得 我们每一个所做的 在新天新地里面呢 会赐给我们赏词 而且不只是脱离了 这个 反而拯救了 也加真的恩典给我们 所以 还有呢 继续在每一天的那个拯救 这个是我们要讲出来的 每一天 祂怎样与我们同在 祂怎么有恩惠给我们 不要只有说 不要只有说 没有恩惠 没有恩惠 不要这样 这样的话 我们只有一件事 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了 我们就成为固执的人了 我们要找出神的恩惠 我们要找出神带领我们的证据 我们要找出来 找出来 如果你不找 你一定是比较负病的 你找到的时候呢 你要找出来 找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才会调整 要调整的对 调整跟神的话调整 这样子 祂每一天都有在拯救我 然后还有什么呢 神的干涉 最后了 神干涉 其实神的干涉都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保守自己 上帝保护我 我的敌人能够做什么呢 诗篇第91篇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前面几节是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这些 这是很重要的应许 我们要抓住的 几个东西叫我们很着急很惧怕的 没有 上帝的光荣 祂的意志的光线会保护我 祂叫我意识 然后叫我追寻祂 要整顿 要保护我全身心灵 上帝是用祂的话 进到我的心 所以叫我有智慧 凡事能够交托给上帝 查阅然后跟从 然后让上帝 让耶稣基督来叫我调整我的生命 好像这样的 所以这个脱离 这个脱离是实态性 现在的这个实态性 各位我们看几出这个经文的时候 虽然我们是一句话一句会看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一句话一句话看的时候 答应上帝来感动我们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能够随随便便地抓出来 上帝称赞我 不是这样的 你心里没有确据 神真的称赞 直到你有这个确据 神现在在称赞你 对不对 然后你才知道 你的生命在神所中 你做的每一步 就算是失败 就算是有挫折 你也知道是可行的 这个感觉要带出来 要带出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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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